近几年泰国菜在台湾竞争越趋激烈 餐厅形态也从家庭饰小馆变得越来越时尚 除了强调口味道地 在卖相及创意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企图吸引更有品味的消费族群 多年前在台湾掀起泰国宫廷料理风潮的台湾菜 在台北东方文化重新登场 在配料也有更加想要到台北风味 三季制作为我们很个人方便是 一名的柠檬 这个是柠檬上来的盐料理 我们不需要柠檬上来使用柠檬或柠檬 orders 不需要柠檬上来使用柠檬并ider 我们所买的柠檬一天 我们用柠檬上来使用柠檬的柠檬 一般不能用柠檬的柠檬 这种技巧在柠檬上进行柠檬 或者내的柠檬 而是企業的那些。 我們可以把這個感覺 讓銀行人上海裡露出海外 然後看到美濃露、海 БMart 。 我們可以使用 美濃过多久, 和水智那樣, 我們會調校糕個別的 我們會按照麵器 每一項目的品牌是 馬尚 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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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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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檸檬角一起拌入這炒飯裡面吃的話 它非常的貴 在泰國街頭比較常見的話 是我們做炸魚餅 它的沾醬是用自己調配的一個甜雞醬 吃起來的話它也是甜甜酸酸辣辣的口感